协调会由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长吴维和主持 台北市政府、台北市各旅馆、歌厅、舞厅、餐厅等40多个单位菜园参加 吴维和副局长致辞指出 去年春节期间发生了71件火警 为了减少生命产产的损失 希望各单位在今年做好防火宣导的工作 同时请各礼品业工会约束各炮竹厂商 切实禁止贩卖危险性的火箭冲天炮烟火 并且请教育局、孙韩各学校约束学童 不要燃放这些危险性的炮竹